大家好,我是小九 很高兴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淘宝摄影这点事 当然遇到小九这都不是事了 在平常我们的拍摄之中呢 还有一个问题很困扰我们 就是什么 我们应该选取什么样的背景材料 作为我们拍摄的背景 我们比较常见的呢 我总结了四种 这四种材质作为背景的话 都有什么确点和优点呢 今天就让小九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 普通的白色背景纸 这个也是摄影师最常用的 它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反光率比较高 但是缺点也是大家可能最头疼的 就是什么 特别容易脏 比如你踩脚脚或者摆着东西很容易脏 而且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容易撕 是吧 所以说它是一种消耗品 但是呢 它的反射力比较高 而且这个纸的细腻程度比较高 所以拍出的白色背景也非常的细腻 就是没有纹路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 这就跟其他这个背景所比较的一个很重要一点 第二种 无纺布 相对于这种纸来比呢 这种无纺布非常的结实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丝不坏的 就是丝不坏的 就可以重复的利用 但是它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 如果我们去外拍的话 它只能卷成这样 如果你要真正是对折的话 搁在包里的话 你拿出来之后 肯定都是全是纸 全是死纸 你就没人看了 拍完之后 你还要去抠图 更麻烦 那种呢 是什么呢 就是它上面这种颗粒 颗粒 如果你要拍偏小一点的东西 它的颗粒 这种方格啊 会非常明显 就你后期的时候 还是要把这个边去抠掉 除非你的产品 深度够 然后把它拍爆了 这个可以 但是你拍一般的产品 都会留下这种 这种小方格的这种背景 这个非常难去除 但是它呢 可能就会耐用一些 对于稍微大的产品 还是比较好用的 第三种 就是我们的这种布 这种布 这种布可以折啊 但是它的这个折肉 会相对于无法布啊 比较少些 这个很方便于我们呢 我们去外拍 是吧 外拍我们不可能 扛了一卷纸 所以呢 我们可能会选用这种 白色的布 叠一下 然后搁着包里 到用的时候可以展开 是吧 做一个背景 当然是做一个很大的背景啊 拍小工具 还是比较避远用这个 因为上面呢 它的这个纹路啊 也很清晰 这个跟无法布一样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 方便携带 手上呢 也不会很硬 相对于这个无法布 还会好一些 然后第四种 就是比较 现在比较新的一种 就是PVC 这种呢 结合了什么呢 结合了我们这种背景值的 这种细腻程度 非常细腻 然后呢 又结合了无法布的什么呀 就是这种防丝 可以看啊 非常贴质防丝 然后这个也防水 也防水的一种这种材质 这是比较 现在我比较喜欢用啊 当然有的时候我还会更细腻一些 我可能还会用这个背景值 当然这个还是比较适合于 在这个影棚里面拍 自己拍 当然要拿出去的话 也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说呢 每一种材质 都有每一种材质的特点 这个你需要 比如外拍也好 或者是更好的 更干净的背景也好 你只要选择相对的 就可以了 好了 除了这四种 这个作为白色背景 当然也可以有别的颜色啊 这种特质来说 今天呢 就是我还邀请了一个 特别的一产品 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 这个布 就是什么 黑融布 黑融布 它比较色彻是什么呀 它非常的西光 如果你想拍摄 纯黑的背景 纯黑背景 我们可以选用这个 黑融布来拍摄 因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用 黑色的这种背景值 或者是无纺布也好 然后背景布也好 或者是PVC也好 都会有所反光 大家肯定会遇到过 就是拍的黑 不和过纯黑 都会有这个情况 除非你拉开距离 或者是有别的办法 有的时候可能会更麻烦 如果我们想 直接拍出纯黑的话呢 直接有黑融布可以 非常西光 直接把产品放在黑融布上 它就是纯黑 了解了不同材质的特点呢 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 来做一个对比 更直观的看一看 它们的不同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背景纸 纸的质感呢 你去拿一张A4纸 就知道什么质感了 我想用眼睛看 比小九说得来 要实在些 纸呢 是摄影师最常用的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背景布 布嘛 大家看看自己的衣服就知道了 肯定都会有纹理的 纹理的粗细呢 根据你的布料而定 你可以去买绸缎呀 比较细腻 也可以去买麻布 变得粗犷 下一个我们就说说五纺布 一看就知道 纹理不小啊 都是小格格 如果不需要背景那么精细呢 五纺布算是比较方便的 如果想要细腻的话 那就考虑一下啦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两年比较流行的PVC背景 防水防丝的材料 带有颗粒感能拍出不一样的感觉 好了 就是这四种材质 我们大家看看自己的寻求而定吧 好了 通过介绍这几种背景呢 我们大家心里是不是有些明白了 是吧 知道我们拍什么需要的背景 是外拍还是室内拍 都各有什么不一样了 不会再究竟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